輝哥你好 Chris你好 今天介紹一隻特別一點的機芯 我已經看到了 很帥 手動的 不過不是用6497 因為6497就不夠薄 再薄一點 因為6497是駝標 它不夠薄 Panerai 如果用6497就大一點 做到面子很大 是 你想說得對 是的 OK 先看看牌子 是不是很斯文 好 舉個例子 是否像Lange的115 像 字體你說得非常好 斯文型 真的很像 是否像葡萄牙 IWC的葡萄牙 反而我覺得 你剛才提到的朗格是比較適合 朗格比較適合 是比較適合 但當然 前面你看到有些造型 第一 有一個小秒針 第二 你看到它的盤有些Cut Out 這個牌子叫Louis Ennard 是瑞士牌子 不貴 是 定價萬多元 但現在不會賣萬多元 賣幾千元 是 待會再講價錢 好 但先看看它的設計 你看到有兩個位置做了Cut Out 第一 秒針的位置 即是說這隻機 不是普通的統計 那麼簡單 即是做了少許 扭空式的 扭空式 開了少許 不只是面子 機身都要做 還有有少許 打磨在前面 要 因為如果你開在前面 你前面又要打磨 即是有少許Open Heart Open Dial 那些景象 你說它Open Heart 都可以 因為為什麼呢 除了小秒針 做了少許扭空之外 你見到在擺輪 那裏 直接打開一個Hard 是嗎 它這個Hard 打開得 就 很漂亮 為什麼呢 它剛剛的擺輪 就合到好像正正在這個位置 是嗎 剛剛在這個 圓的擺輪 一模一樣的尺寸 你覺得這個錶很大嗎 這隻嗎 一點都不大 40 40mm 你覺得 好像不像40mm 看上去嗎 它的面子大 對 錯過 做薄了那邊 對 它的面子大 你看到露櫃 總之是正正的 GISER 你留意一下 它的耳朵位 是很短的 所以這隻錶戴上去 應該相當貼手 不需要懷疑是否帶到 一定帶到 男女均河 沒什麼所謂 前面你欣賞完一些漂亮的東西之外 反轉後面 為什麼要用這隻玉 這隻玉其實是ETA ETA7001 有一隻手動機心 對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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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到 幾種處理 第一 打橫的日內瓦條紋 是 藍鋼螺絲 是 NOMOS 那隻Alpha 都是參考它 你知道嗎 你說是研發 你說得對 參考 要重新做 但是要 師傅 這隻就是NOMOS的師傅 Alpha的基心師傅 就是抄這隻 7001 它是紫組 是 是 是嗎 輝哥 剛才我看到你用卡尺去量度 是 你量度什麼 第一 我量度什麼呢 量度厚度 因為這個很薄 怎麼薄 量度一次給大家看 是 6.8 整隻錶是吧 如果你是中心 公平一點 是 它是拱形 7mm 7mm 如果在旁邊薄 旁邊還要薄一點 那好了 整隻錶的高度是7mm 對 口這裡是40mm 對 順利的 不需要 7mm來計 很多石英錶都應該做不到 石英錶都未必有這麼厚度 對 對 這隻7001 有這樣的打膜 其實這個應該不用7mm 不過因為它的水晶面 有點拱 就這樣看 橫看 好像沒有底 好像不見了底 你看看 當然 它 橫看 好像沒有底 對 如果你看著努力士 就不是 有底 當然 這叫偷換空 偷位 是 偷位 偷了位 才能做到這麼薄 對 輝哥這隻錶多少錢 應該也挺貴 應該不便宜 應該不便宜 7,380元 7,380元 LOUIS ERNAT 一隻超級斯文的手動 Open Heart Open Dial 這隻錶 真是扭扭地 我發覺這個位置 你見到嗎 是 這個是甲板 真的挑空了 做珍珠彈 雖然這隻不可以說是全扭空 但是這部份 絕對是Partly Partially 是Skeleton 就是部分扭空 對 Partially 對 是 局部 局部扭空 沒錯 當然 這是美觀 但是這次扭得很漂亮 藝術成分高 當然 只有一隻 一千零一隻 好 價錢合不合理 我覺得 7,380元 要給觀眾看看 這個機身設計 賣7,380元 一定賣幾元 好 你有興趣來看看 多謝大家